用哪一种方式比较快,其实没有一定 来看一下这一题,我这是16,因为这一题书上没有给我们尺寸 所以我就加一个尺寸上去 第一个,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六边形,里面这个圆的半径我给30 然后这个多边形的话,它是一个内接与圆的一个多边形 那我这个外面的半径给100,那这个上面这个高度的话,我给个30 那这个圆,这其实就是圆,每个圆的话给10 然后呢,当然你可以用什么,环形正列,就可以做出来 那假如说呢,我们要做出这种图形的话,怎么做呢? 其实可以用那个比较前面交的方式是先2D,做完之后再长出来 第一种方式,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先怎么样?3D 然后呢,再画圆柱,对圆柱放上去之后怎么样呢? 再把它怎么样?再把它绕一圈,环形正列,然后这样插几,把它插几掉 那当然呢,两种方式我们都可以试试看,OK 那两个方式我等一下先一个来看,就是第一个我可以用那个所谓的 先把这个形状画出来,我再把这个圆的部分呢,用插几的方式做出来 再来讲那个2D的方式怎么画,OK 我想这里各位先也试试看,想想看这个地方怎么做 那刚刚讲到那个部分,我再把这个刚刚讲的快速再 第一个就是画出来,那把那个中间的长出来40,再把中间的六边形长出来30 然后再来就长一个,环形正列,就是再把它扣掉,然后扣掉 外面那个部分的话呢,记得要把它分解掉,否则你没有办法把它扣掉,OK 那这个部分呢,是用那个3D的方式来画,那实际上如果你懂2D的话 其实呢,你可以怎么样呢,先把2D的图画完之后,直接长出来就好了 也可以啊,2D变3D,那2D变3D,你如果说你2D基础强一点的同学,就很简单 你甚至直接可以怎么样呢,在那个上四角画完,就长出来就好了 那当然如果你不要到上四角,你OK啊,比如说你可以怎么做呢 我把这个地方感受一下,这边,比如说我们画完刚刚的这个部分 我如果不用3D,我用2D,也可以啊,刚刚画完到这里 那画完之后的话呢,其实跟3D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只要做一个什么呢,多一个就是我环形正列,用2D的方式来做 这边的话输入10,Enter,那刚刚是用3D正列嘛,是用圆柱,那现在是用2D的圆 那只是说呢,这个环形正列的地方点下去之后,也是一样,选物件 然后呢,中心点也是给它,再来的话呢,这个地方一样,项目给6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